郭碧婷你有这个忍耐力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你是我认识的人 唯一 没有资格进来 我累的对脸大特写 向左这表情感觉下一秒就要干掉郭碧婷 只能说向太直播还是太挣钱了 竟然能投资两亿给儿子儿戏拍电影 就是苦了导演毫无话语权 只能看大少爷向左拼命也要玩抽象 一列黄包车队伍别人都很正常 直到向左的出现与正常人形成鲜明对比 这耍帅的姿势也是没水了 和郭碧婷对系 那倔强的手指也放不下 耍完帅突然一个起身冲下楼梯 还要再莫名其妙地给自己来一巴掌 看了网友的评论才知道 这一巴掌原来是为楼道里的声控灯准备 只能说天赋型抽象选手都强得可怕 后面向左对着死去的父亲说话 他还得手指朝天比个手势才能开口 可能是和世人喝酒起信一个作用吧 而在这部电影的发布会上向左的笑点也腾出不穷 先是在郭碧婷发言的时候 他各种忙活好像在找狙击手 后来发现是因为他想要把腿放下来 结果腿太短了脚根本踩不到底 给自己整尴尬了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假动作 在其他演员分析角色的时候 抽象派选手也还是学不会控制自己的次质 突如其来就隔空打出一招长法 不过向左这身穿搭还挺超前 大波浪小湘风景深酷还是高跟系 比他老婆还要有女人味 而考古到向左之前的综艺名场面后 才知道他这么抽象不是一天两天了 教皇陵琴拿手 给导师吴振宇的额头都气出奔驰了 跑一个直接把歹徒拉到自己的环境 后面向左来纪念吴振宇的男主角 吴振宇吴语道的表情真真都是表情包 吴振宇在哀声叹气中说的句形象不合适 男主角没有长头发 向左立马搞了个吴振宇梦话 给吴振宇逼得有种想死又想活的感觉 本来以为这就够搞笑了结果大家都在搜 向左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 这届网友也是损到家了 果然在天赋选手面前我们努力行的自愧不如